绝对不跟众生结缘主 你说跟众 我们学了佛了 用佛家这些方法 做了十年实验了 十年成功 我们的农作物 不用花肥 不用农药 我们的收成 比那些菜农果农收成的好 他来看到非常羡慕 我们用什么方法呢 我们跟那些虫小虫 跟他亲约 跟他商量 我种这个菜变 我会画一个地区画一区 我也非常认真去培养那个菜 那菜专门供养你的 你去看 那菜小虫吃的 各一条田梗这边 那是我们的 他一点都不伤害 十年如意 就是果木树 我们都省思 不必果木 要用什么袋子包起来 就放虫 用不住 我们给小鸟 小虫也订入 我指定有多少棵树 我在澳洲中里有三十多种 果木树 很多 数量很多 每一种指定几颗 给你吃 他们都在那几颗 没有指定的 他一点不伤害 你看我们跟那些小虫小鸟 关系多好 附近农夫来看的时候 很羡慕 我说 他们懂思 他们很懂感情 你爱护他 他爱护你 我们这彼此相爱都好 共臣共荣 我们的收成没有减少 年年都增加了 佛告诉我们 不但 有钱的众生 我们能够跟他交流 这所有动物都能跟他交流 无钱的植物他也懂 树木花草懂 我们爱他 他爱我们 所以树木长青 开花特别美 特别香 果 借的果 特别好吃 你等爱他才行 爱心 真的爱他 真的照顾他 关怀他 用欢喜心对他 你会得到好的回报吗 你会得到好的回报吗 他也不想要是